妈祖富有的战地风情 记录着与台湾截然不同的历史会萃与观光潜力 齐显的悬崖峭壁 令人心旷神怡的平直沙滩 鬼斧神宫的自然造景 地道的各式风味餐与八八坑道等 皆为妈祖独有的闽东风情 妈祖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 非常憨的旅游地区 还有许许多多鬼斧神宫的战地风情 碉堡坑道据点 像北海坑道 铁堡等等 妈祖除了这种美景特色文化之外 也有传统的美食 像妈祖的红糟料理 鱼碗 鱼面 地瓜角 季冠饼等等 有四季的海鲜 更有世界最好的白酒 妈祖高粱酒 妈祖是因为这样子的美景 美酒 美食 让所有的游客来到妈祖 都有处处经验的感觉 妈祖四处满是宜人的天然风情 充足的阳光及恰当的湿度 孕育在地的原生药用植物 海芙蓉 是妈祖珍贵的经济作物 也是名贵的药材 连江县政府积极进行地方产业的提升 也引领生计发展与进步 因为妈祖这种岛屿 接受这种风吹雨打 日晒 吸收这种日晒 跟海洋的精华 像妈祖的海芙蓉 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妈祖原生植物 早年妈祖人会冒着生命危险 在悬崖峭壁上 采取这种非常珍贵的海芙蓉 然后愿妈祖的高粱酒浸泡以后 作为养生或者是 治疗风湿酸痛的一个圣品 海芙蓉是妈祖一个特生的 一个原生种的植物 那我们跟妈祖在合作这个产品的时候 就想要把原生种的植物 然后做一个开发 台湾如果能从自己原生种的植物 来做萃取的话 我觉得相对的优势是 第一个你的产地来源 你是非常清楚的 第二个你的植物的供应量 可能是比较充沛的 它不像我们在国外 可能会有季节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很多国外 很极地的植物 我可能只有在某一个季节 才采取得到 那像海芙蓉 它是一年世纪生长的植物 所以我们用台湾的原生植物 来做台湾的保养品 所以对整个台湾品牌的推广 上面是相当有帮助的 野生海芙蓉的数量稀少 取得不易 更需透过今年累月的淬炼方能使用 其中海芙蓉药酒 在过去也同为 马祖退役军人 与在地居民的回忆 对于马祖的重要性 自然不在话下 促使连江县与业者吸手 进行更多样化的研发 以推动民间产业 长久以来 马祖人就以海芙蓉作为 保健 养生 抗老的一个圣品 那早年 马祖人 会冒着生命危险 在悬海峭壁上 采取这种非常珍贵的海芙蓉 我们都常常作为 孝敬老人家的一个 很好的礼品 提供包含洗面乳 洗发乳 面膜 化妆水等等 变成日常生活的这种保养圣品 那我们也开发成各种 酸痛贴布 或者是精油 我想这是 马祖产业开发的一部分 也是马祖 提升马祖竞争力的一部分 马祖代地的形象推广不易 对于这次公司合营 协力为海芙蓉定位与经营仪式 相当乐见其成 日前以整合虚实通路 进驻于连锁美妆品牌各大分店 为马祖打造全新意向 体验马祖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蜕变 再度引领一波保养与调理的风潮 连江县在这次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中 积极对外展现马祖软实力 触及更广大的消费族群 以摆脱既往对离岛产业的刻板印象 再现马祖形象与定位之蜕变 因为海芙蓉生长的特性 它是什么 它是第一个在沿岸边 它生长环境其实是蛮刻苦的 就像我们马祖这边的环境 再来一个就是它生长得很缓慢 就像我们马祖这边的发展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植物 就像我们马祖的精神 马祖在地传承的草根精神 一如在险峻环境 仍能出类拔萃的海芙蓉 历经常年的历史风霜 承载恒河杀树的故事 而今海芙蓉将以全新的样貌与姿态 引领马祖走向新一夜的开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